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9月21号星期六 这个黄积帆这个把它讲完 他这个前面五个部分 我们都已经讲完了 对吧 我如果没有这个认真讲的话 也仔细的也简单的跟你说了一下 到底讲的是什么好吗 那最后呢 就是他最后一个部分的 第六个部分 就是中美经贸的部分 中美经贸的部分呢 他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中美贸易战的五个谬论和六个错误 这讲的就是莱特希泽发动了中美贸易战 他的这个论点是什么 错误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呢 讲到呢 就是说美国国债的演变的格局和风险 第三个呢 就是说呢 中美金融战的内涵 这么三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先讲他第一个部分 就是中美贸易战的五个谬论和六个错误 好吧 然后当然呢这个到这儿的话呢 这个六个部分就都讲完了 把这六个部分 那后面呢 他有收录的四篇文章 三篇我看了一下 前三篇都没什么意思 我们回来会讲一个最后的第四篇 好吧 然后呢 这个黄积帆这个就算结束了 后面的话呢 后面有两个选择 一个呢 是这个谁啊 是这个 呃 迪东升 迪东升写的一个这个 就是平行世界 就是说呢 他认为就是说将来要搞不好的话呢 就是说美国拉着欧洲 搞一个世界 然后中国俄罗斯什么的呢 会搞另外一个世界 从金融啊 从经济啊 从贸易上 可能会搞两个平行世界啊 呃 一个是这个 是迪东升的 另外一个呢 最近也比较火的呢 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户币战争 户币战争呢 刚开始就看起来特别像阴谋论啊 但最近这个拜登上来这四年之后呢 大家就觉得这都是这个 快要被捧为神座了 这两个 我现在我想不好朝哪个走 因为 呃 对 肯定是都讲就是一个顺序 就是先讲哪个 先讲哪 因为这两个呢 都是 这 获别认证有五本书 平行世界呢 是一本书 那可能一讲就几个月过去了 就是说我们是先讲哪个 然后如果那个 获别认证 如果那五本书一起讲搞不好 就一年了 那如果要是讲那个的话 就一年了 那迪东升那个平行世界呢 就明年见了 你懂我意思吗 要迪东升的平行世界先讲呢 估计那也得三个 因为你看黄熙帆的这本书 差不多讲了半年 对不对 呃 所以呢就是说看看 呃 先讲什么 先讲 先讲短的 那也行 那先讲短的吧 先讲那个先讲短的 他就 他就一本 因为后边扔那个他有五本书 先好说五本 主要后边也火了 火了 挣钱吧 越出越多 好不好 那我们先讲那短的 先讲那一本的好不好 好 那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就是中美贸易战的五个谬论和六个错误啊 那这个东西呢 现在说实话 以我们现在来讲有点晚了 这个呢 他是在2019年的6月9号做的这个演讲 呃 五年 六年 六年过去了 对吧 19 二零 六年过去了 六年过去之后呢 我们才讲这个呢 看起来真是有点晚 那当时呢 就是说 川普呢 这个发动了这个中美贸易战 然后呢 莱特希泽呢 作为这个理论 提供理论 然后呢 继续操作 都莱特希泽在搞 那莱特希泽当时呢 有了那么一套的理论基础 其实当时我们没有呢 去深究这个理论基础 那现在来看起来呢 其实呢 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的确很多问题 当然呢 这也是中方的一个观点 但是看起来呢 就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为了打一场贸易战的 而打一场贸易战 不 其实川普呢 不是想打贸易战 川普是想逼中国呢 搞这个自贸区 那上一期 我们讲到这个对外开放的部分的时候呢 实际上当时在19年的时候呢 中国同美方呢 已经谈妥了 要搞呢 就是三零 零关税零币零币的自贸区 但是只是拜登上台之后呢 整个又都没有了 但是这个让中国呢 也很困惑 就现在很困惑 就是说你每一个上台的美国总统 你的政策都不一样 政策都不统一 那你政策如果有小的变化 大方向不变 那也行 但是你现在的政府 这个大方向呢 都完全不一样 你两个就是说 你拜登 川普 贺锦丽 你们简直就是南辕北辙 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这样弄得我们其他国家在跟你谈判 在我们去相互一起配合 我们一起去合作的时候呢 就是困难重重 这也是个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内容啊 他这么说 他说美国啊 贸易他们代表莱特希泽啊 是出名的强硬派 莱特希泽曾经就参与了呢 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战 当时呢 强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 导致日本经济呢 长期停滞 那川普呢 找莱特希泽来搞呢 中国的贸易战呢 实际上就希望了 要复制当年的这个广场协议 复制当年的美国和日本的这场贸易战啊 那莱特希泽当然呢 他的主张呢 要采取强硬措施 与中国打贸易战 莱特希泽提出的呢 五个观点 也就是五个理论啊 就一个就是说中国入世 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美国吃亏了 这个 这个当年你为什么这样加入 不是因为 呃 欧元区这个 呃 形成了 而且形成了欧元 你为了要跟欧元做斗争吧 对不对 就是说你要这个中东的话 用石油让美元定价 然后美国呢 用粮食让美元定价 然后中国呢 这种廉价的这种呢 商品用美元定价 维持你美元的霸权地位 对不对 那你中国加入了世贸之后呢 你最后你把这场就是说 实际上是两 我们当时说两场冷战 第一场冷战是美苏之间的 第二场冷战 实际上是美是美元和欧元之间的 对不对 那在中国的鼎力帮助之下 第一场冷战你赢了 实际上是中国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 对不对 投靠了美国 六九年珍宝岛战争 七一年中美建交 那是老毛当时就带着中国 投靠了美国 背叛了这个前苏联为首的这个 华裔组织这个社会主义阵营 导致这个苏联解体 你美国赢成的第一场冷战 第二场冷战99年 欧元出来之后 美国迅速的让中国开始到01年 谈判一两年 让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 中国的加入之后 中国从始至终 基本上是以你美元 马首是瞻吧 对不对 我卖东西尽量中美元 我的外货储备都是美元 我大量的买美国国债 在我的帮助之下 你让欧元最后整个人去 欧元当时那个势头多抢 欧元刚开始出来 这是比美元还值钱 对不对 势头多抢 整个现在欧元完了 欧洲区整个就是垮台 这不是中国的帮助吗 在这两场冷战里边 中国鞠躬至尾 帮了你这么多 你挣了这么多钱 你现在说他妈中国加入时报 你吃亏了 你要脸吗 你懂的意思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中国没有兑现的入市承诺 第三个说中国强制美国企业的转账技术 四是中国的巨额外汇顺差 造成了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 这个是最不要脸的 说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 是中国造成的 这个简直 这个牛逼大了 这个观点太好玩了 第五个 说是因为中国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 所以他操纵了汇率 他说这些强词夺理的逻辑 是煽动美国朝野上下 与中国打贸易战的 基本的理论的支持和思想的基石 对这五个谬论的分析 发现美国政策制定者 其实犯了六个错误 美国人为了避免自己滥发债务 滥发货币的危机 大打贸易战 其实美国不仅仅是跟中国打贸易战 他曾经跟欧洲打过贸易战 跟日本打过贸易战 跟其他盟友都打过贸易战 也包括对东南亚或世界其他地方大打贸易战 90年代末的东南亚的金融危机 也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当然都推给索勒斯 索勒斯不代表你的利益吗 那不胡扯吗 对不对 通过打贸易战转嫁美国自己的危机 让美国政策盘满满 那好 下面就关于莱特希子的五个谬论的分析 第一个中国入市美国吃亏了 当然我说了一些 你再看他也找了一些观点来说 他说中国入市之后 2018年双方货物的贸易达到了6335亿美元 是1979年建交时的250倍 是01年中国入市时的10倍 服务贸易达到了1250亿美元 莱特希则声称 由于中国入市 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在过去十多年几乎涨了4倍 所以美国吃亏了 并以贸易逆差为理由挑起贸易战 首先来讲就刚刚我说的中国帮你把欧元干掉 这是鞠躬之伪 其次你美元印的钞票都跟纸一样 中国给你提供的是实打实的产品和服务 对不对 那你说 就是说从美元算你是贸易逆差 从货物算你是贸易顺差 对不对 等于是中国免费给你提供这些服务 美元只是一个记账符号 只是说你欠了我多少钱而已 或者说你欠了我多少货物而已 对不对 但你根本提供不了这个货物 对吧 说白了就是说明天一打仗 这些账都不算了 这些年我等于这些我给你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都是我送给你的了 对不对 对吧 赤子迷思里不也是说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他说你只要仔细分析一下 中美贸易赤字的结构和来源 就能够理性判断了 咱先不说 就不说我刚刚说的那些 什么帮着美国打欧元 还有给美国提供廉价的商品和服务 咱就说别的 就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里边 60%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返向美国 你像苹果手机 对不对 那么莱特希泽认为 说是在计算机什么手机设备方面 迅速增长的计算机和手机的电子元器件进口 已经超过了美国对华赤字的40% 让美国计算机电子行业减少了62万份工作 他说事实是这些高科技产品 大多都只是来料加工代工组装的电子产品 这些产品我们都没有专利 我们也没有生产权 苹果手机那钱根本我们就挣不着 都是苹果和福祉康挣的 对不对 他说你看这个进出口贸易值都包括什么 包括零部件中间产品和国际转移价值 听起来很多 实则营业收入和附加值很低 比如举个例子 一台售价为500美元的一台的笔一本电脑 从美国等各国各地进口的原材料 零部件中间品成本是250美元 美国的品牌商企业在研发品牌专利 售后维修等方面的成本是110美元 这是你们挣的 对不对 那各类物流销售成本是80美元 中国代工企业组装加工收入只有60美元 你600美元的产品 我最后只挣60美元 区区12%的就是一个代工的一个附加收入 最后就是你美国公司获取了丰厚的利益 我造一台iPhone手机 让你来看希泽一说 好像他妈我卖了一台iPhone手机 80%的利润是我挣的 你妈胡扯吗 90%都是你家苹果公司挣走的 剩下还有百分之多少 这个不到10%是你这个福士康 是郭台铭是你台湾挣走的 最后我还挣多少呢 我挣那点那点钱 然后对不对 你这莫名其妙 所以呢他就说 就说最后是让美国公司 还有一些欧洲或者台湾公司 获取了丰富的利润 然后呢我们呢提供了廉价能力 我们污染了环境 然后我们还要背负呢巨额贸易逆差之名 究竟谁吃可以谁占便宜要脸吗 对不对 你要搞清楚 为什么美国不仅和中国实事上 美国和全世界任何国家 几十年来差不多都是贸易的巨额逆差 对不对 这是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管制出口 所以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的产品多大 十个大类三千多种物品 我想买你都卖给我 对不对 由于冷战思维美国人自己关闭了增加对华出口的大门 所以美元又作为国际货币 美国一方面收铸币税 一方面的你拿几美分 只值几美分的一张纸 让全世界给你提供的价值100美元的商品 对不对 你这张美元值多少钱 几个美分 对不对 然后我要你要拿几美分的成本 来跟我换100美元的商品 我们也都换给你了 然后的另一方面 你还通过逆差不断的派出美元 美国逆差背后有其极其深刻的利益考虑和国际货币根源 你自己去反思一下吧 对不对 这个事说的没有问题 对不对 实际上你不就是我印的张纸 让你们给我提供商品和服务吗 这按理说是好事 你现在不让我听 那你自己造吧 对不对 我送给你商品和服务 你不要 那好 第二 关于中国的违反入市承诺问题 说你看这关税问题 中国入市前的关税总水平是15.3% 入市的时候 承诺到2010年降到10%以内 事实上中国履行了加入世贸的承诺 不但履行了还主动的单边降税 2010年中国关税总水平降到9.8% 2015年中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率已经降到4.4% 低于韩国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 已经接近了美国的2.4%和欧洲的3% 2018年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进一步下降为了7.5% 这些我们都已经做到了 对不对 而且你的产品也进来了 对不对 也没有没进来 那你的产品有时买不了 说实话 为什么 他妈卖太贵了 主要是卖太贵了 你知道吗 我比你便宜的多 我在我这生产的东西跟你差不多 我比你便宜的很多 你东西太贵 你的人根本就不好好在干活 你的人真的是不好好在干活 今天跟我老婆还在说了 你知道吗 我搞了一条项链 我那项链等了三个星期 到现在还没弄完 我那项链因为他 我脑袋大脖子粗 你知道吗 不是大款就火肤 我脑袋大脖子粗 然后那项链它 我带着有点 我这什么都给别人粗 粗一块 我这个手腕也给别人粗 你知道吧 我带着这个表也给别人粗 脖子也给别人粗 你知道吧 脑袋大脖子粗 你知道吧 死胖子一个 然后他那项链 我要加长四个英寸才行 你知道吗 加长四个英寸就往下 等于是两边各加长两个英寸 等于他是折过来的 然后等了三个礼拜了 还没做完 你就说 我就听我老婆来说 说这个美国人经常说 说我们要有生活 没问题 我们要努力享受生活 这个OK的 这个我也同意 对不对 说中国人都是在这个 在工作 连生活也是工作 对不对 天天的就没有好好能够 塔下现在认认真真去玩 去去去去享受生活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美国人现在什么 中国人什么 中国人是工作的 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 到生活的时候也在努力工作 老板有什么事一说 那也尽量的在干活 但是你美国呢 你美国你现在倒过来 美国什么呢 这个享受生活的时候 认认真真努力的享受生活 等到工作的时候 还是在认认真真努力的享受生活 你工作的时候也没有在努力工作 你懂我意思吗 你有在努力工作吗 要一说 说美国人主要是在享受生活 工作时间短 所以你要担待 问题是你连工作的时候 你也没有在认真工作 你们工作的时候在干什么 不是open bar在喝酒 就是在吃东西在玩 吃喝玩了 对不对 你不工作的时候在玩 工作的时候也在玩 你根本从来就没有认认真真好好工作过 对不对 所以你这种情况之下 你这个国家最后不行了 你自己不反思吗 对不对 你按理说你干什么 我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 玩的时候认认真真在玩 但是你现在做到了吗 中国人是不对 中国人工作时认真真在工作 玩的时候也在认认真真工作 这是不对 但是你 你是倒过来 你是妈的玩的时候认认真真玩 工作时也在认真真玩 你们有什么区别呢 他不对你就对了 对不对 你也不对呀 没有对的这里边 对不对 好接着说 这个 那么 第三点 关于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 第三说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制度 他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拿着枪到美国去逼着苹果公司 把枪 我们拿了一支冲锋枪 顶在了提姆库克或顶在了Jobs头上 说必须把技术给我到中国来设厂 对不对 我有吗 我没有 对不对 是你提姆库克和Jobs死了半夜到我这来 要加入中国市场的 对不对 所以中外企业都是基于自愿原则在实施这个合作 对不对 我们中国是在干什么 我们要拿市场换技术 我承认我是拿市场换技术 但是我没拿枪逼着你来 妈的不是你自己屁点屁点跑来了 对不对 跑来之后是你要我的市场 对不对 然后你自己愿意拿技术跟我换市场 你要为了挣钱 对不对 双方从中各自实际获得的利益 对吧 就跟这个嫖客和妓女的关系 对不对 有没有哪个妓女逼着你说你逼去凑啊 对不对 不也没这事吗 不是你自己自愿的吗 对不对 那大家收好了价钱 对不对 那完事了 我收钱你他们还享受了呢 对不对 那你说这叫什么 这怎么叫强制转让技术呢 对不对 说的好像我强制你嫖娼一样 对不对 嫖娼来了之后说 是妓女逼我的 你要脸吧 说这个意思对不对 那第四说 关于中国顺差和外汇储备 导致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 卧槽 这个就太搞笑了 他说天下近人皆知啊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 是美国政府呢 就2000年的时候 当时不是这个 那个什么吧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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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泡沫 他之前玩命吹互联网 互联网泡沫 互联网泡沫崩溃了之后呢 那美国政府当时为了这个救世 强行降息 从6%一直降到1% 甚至有一阵呢 到了这个零利息 负利息 对不对 然后呢采取呢 零按揭次第房地产 就没有按揭 任何人来了就会买房 不用付首付 直接买 然后很多呢 就根本就是说实际上 就还不起的 你想想买 对不对 这是你们自己这个什么 房贷买房利美 再让胡搞 然后呢还将房地产的次贷呢 在资本市场以1比20 加杠杆还在搞什么CDS 最终导致你整个房地产泡沫经济崩盘 全世界都称这次危机呢 为次贷危机 正这次危机呢 归咎于中国啊 也亏美国他妈想得出来 是吧 就不说这没什么好事 08年次贷危机 这自己的问题导致的 对不对 你那房地产搞成什么样了 当然谁不知道 你一说 我们正好认识一个 那个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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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维加苏 有个小伙伴 一说 想当年 我也赋予过 对不对 是当年我在拉斯维加斯 我有七套房 对不对 等到了这个 次贷危机爆发了之后 最后 连自己住的那套都卖了 到现在还在租房中 因为当时 给它造成了巨大的这个经济伤害 然后我们就说说 说为什么 他说 那个时候特别容易 就你要贷款买房 特别容易 你知道吧 他在拉斯维加苏 有一份正式工作 然后那是拉斯维加苏 房子呢 房子本来又便宜 你知道吧 不需要付首付 你只要签一个协议 你同意了 这房子你就买了 然后他就觉得 当时那房子完美的那涨 你知道吗 实际上自己是 是这个自己的这个收入 有点付不了 七个房子的房贷了 七个房子 都是贷款买的 不是什么 买完了又赔你不是 都是贷款买的 贷款买了之后呢 全都是零首付贷款买 买完了之后呢 就在那想办法呢 左支右支的在那想办法 先对付 他呢也没想要不来房子 拿那时候也很长时间 就说我先买 因为当时那房子找的特别快 因为私贷那时候 大家都完美买房子 都觉得房子涨很快 他就觉得呢 我呢先买 买了一年之后 也许比如说我贷款 对吧 买了一个房子 今年我买了比如说十万 明年涨到二十万了 我买七个 我拿我我我贷款 我买了七个房子 都是十万的 明年涨到二十万的话呢 我把他们一卖 然后我把贷款还了之后 我不净落几十万吗 他当时这么想的 知道他知道自己呢 不可能长期的供 供七个房子供不了 但是也没人查 也没人管 对不对 然后明年变五万了 你知道吗 我亏到一个 饼掉啊 亏死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他就是你懂这意思吧 所以现在倒过来呢 好像还欠银行的钱 是怎么着的 反正就送到十万个人破产吧 反正再想办法 你听说过这事吗 那这个东西怪谁 这是谁搞的 这是中国政府来了 拿着枪逼着这些人 去贷款买了七个房吗 不是你美国政府 在那胡搞搞出来的吗 也不能怪美国政府吗 就你那些房贷美 房利美在那胡搞嘛 很多人根本就不应该再贷款 他都买了四套房 他是他有一份 比较好的工作 工作 这种挺多的 但他贷款买了四套房了 你还要买第五个 还要买第六个 买第七个 你不过再胡搞嘛 对不对 这不是你自己家 当然了 他们贷出去之后 也知道这贷款有问题 然后赶紧把它再次贷 再把它卖给别人 你知道吗 他一旦 他审批的时候就知道 这孙子我跟你说 将来嘴里出事啊 但是没关系 我先把钱挣了 挣完之后 我再把它卖给别人 金融在那胡搞 然后你最后 你把这些东西 怪中国 08年次贷危机也能怪中国 这真的是 醉了啊 还有第五 关于什么呢 说中国啊 这个外汇储备 购买了一万亿美元的美债 当时中国不有一万多亿美债 现在不到了 现在可能还剩七八千亿 对不对 说中国买美债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要操纵人民币汇率 莱特希泽说了 说中国购买美国国债 并不是基于要支持美国经济的 无私的帮助 温度在降一度吧 在降一度 无私帮助 购买美债的行为 是中国干什么 中国想要阻止人民币 对美元升值的一个结果 这什么意思 他这样 他是说当时美国发了国债 一手发债 一手发货币 对不对 发完之后拿货币去玩命 跟人买东西 买东西自己又挣不回来 挣不回来 就只能接着发货币 对吧 美国债务一直在翻翻 一直在翻翻 美国发了这么多货币之后 会导致什么 导致美元贬值 对不对 好 那美元贬值的话 相对应什么 就是人民币升值了 你跟我意思 因为美元和人民币 美元贬值了 美元不值钱了 那人民币相对就升值了 对不对 那好 他说我滥发货币和债务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美元贬值 让你人民币升值 对不对 这不是我的 我在操纵汇率吗 对不对 但是你在阻止我操纵汇率 为什么呢 按理说这些美元给你的之后 你希望把它花了 花了之后 市场的美元就多了 对不对 美元就贬值了 对吧 美元超发了 结果呢 你呢 上面这个钱 你小心翼翼的 你紧紧慎慎的 你不花 你把它留着 然后呢 你又买了美国国债 做的钱又回来了 对不对 导致我这钱呢 没能处去 做我美元呢 没能贬值了 按理说我应该 我超发货币了 我不负责任 我滥发货币 滥发债务 我应该美元贬值了 对不对 我应该承受美元贬值的恶果 但是呢 你偏要把这钱呢 还给我 他妈导致我的钱 没能贬值 你一说你 你什么聚心 他这个观点 这个 太有意思了 黄秦帆说 他说这个观点啊 真是华天下之大吉 他说中国啊 作为美国国债 最大的外国政府的买主 对维系美元的信融 稳定世界货币 稳定 使得美元货币稳定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 你还 你还跟欧元怎么比 我如果像你说的那么高 你美元怎么跌的 可能还跟欧元变成一个欧元 变两个美元了 对不对 你现在倒好 猪八戒打盘 倒打一盘 倒怪我了 当年不是你为了跟欧元这个竞争 让我们这么搞吗 你这么搞 就我一张牛扒两次批 这个钱回来 我非常的低息给你 你又高息拿出去投资 对不对 他说 这种东西竟然能够曲解成是为了呢 防止人民币呢 是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啊 他说如此这般让人情何以堪 你这么搞的话 以后还有谁会投资美国国债 以后谁要买 现在大家都不买了 那你自己买吧 对不对 我们都不买的话 你能撑上去吗 你要借新债还旧债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都不买的话 你只能让美联储买 但是美联储买 你就要货币超发了 你懂吗 最好是别人买 别人买就把你那些货币 就给你还回来了 对不对 这对你不就是一个美元 一个大循环吗 那最后我们都什么不买了 不买了 那就完蛋了 我们都不买 我们都挣到市场上 你每年强 玩命在贬值 然后呢你这边 你还要发新债还旧债 那你发了新债之后 别人都不买 你只能让美联储 美联储只能发行新的货币再买 这样会恶性循环 导致美元越来越不值钱 这样你会 你就必须要发更多的美元 来还利息 来还债务 因为这些钱回不来 不还回来了 对不对 你这样你美元不就崩了吗 那你这么搞 那你来吧 你看最后谁倒霉 最后你要这么倒 最后肯定我们都不买美债的 最后肯定是你倒霉 对不对 这个书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如果都不买了之后 怎么可能是你占便宜呢 对不对 你到最后 你不得逼着别人买美债吗 对不对 你去了日本 你不是希望日本都买美债 你跟中国一谈 就希望中国都买美债吗 对不对 你发了债务我们都不买 不然你不买了吗 你这不胡扯吗 对不对 他说由于美国啊 必须要确保较大的国债发行 才能够确保美国政府呢 有收入来维系美国的社会保障和军事能力 因为你不发钱 你拿什么维系 你现在这个国家根本你挣不着钱 你没有实验 你都是虚拟 都是玩金融 他说这就是美元霸权的一个能够存在的基本条件 就是说必须得有人买美债 对不对 没人买就完了 对不对 那谁都知道美国需要外国投资者来购买美国国债 这是美国国债得以继续发行的重要的保障条件 中国国外美债是美国一只牛扒了两次皮 这到底谁是真正的获利者 你就不要脸了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里茨就说 他说当今世界有个奇特的怪圈 说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给发达国家打工 好不容易挣了一点点美元 又将这些美元呢 以特别低的利息上万亿上万亿的美元 再还给美国 再借给美国 美国国家不等于借墙吗 再借给美国 等美国拿了这些钱了之后 美国将这些低息的外汇 再投资到发展中国家 争取10% 20%以上的高额回报 他说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发展中国家怎么 就真的是一张牛扒两次皮 先给人提供廉价的货物和商品 然后再把钱给人 让人家再去投资 再挣多钱 挣更多的钱 他说这位经济学界称为 叫死地格里茨怪圈 可见的谁是谁非 在全世界经济学家的心目当中 大家都心知肚明 对不对 你这种东西都能怪 你就不要脸 好吧 这是五个谬论说完了 然后说六个错误 第一 他说你现在搞的错误 第一个叫做当年中国入市 美国没有改变任何政策 没有降低任何关税 也没有改变任何贸易法 美国什么都没做 也没有吃归 只是让中国入市 帮助美元 给美元复值 让中国的联亚商品给美元复值 中国入市之后 中国反而降低了关税 开放了电信业 金融业等 按低得多的关税 让美国在中国销售 美国的汽车 而且大量的美国企业 可以进入中国 就是说 争取中国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的红利 让美国企业 受益良多 你现在这么做之后 实际上对你美国企业的伤害 也是非常巨大的 这是你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 最近十几年 中美经贸合作取得的巨大成果 是两国互利合作的结果 如果单单一方受益 一方吃亏 不可能取得这种成果 你这样搞上去的话 你不会有好 但是你现在这么搞 你觉得是让我吃亏 我吃亏其实就是你吃亏 第三个 中国入市以后 开放倒闭市场化改革 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企业 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外国投资也大幅增加了200% 那你现在这么做之后 就要减少外国投资 那后面如果再发展的话 这个红利你就拿不到了 对不对 而且你的占比也在减少 第四个 国际贸易出现了薰格局 70%的贸易样式 中间品的贸易 全球制造业的价值点 供应的产量 实际上是一体化的 你中游我中游 已经没有办法了 你现在单单用关税去分割 已经分割不了了 你对我收关税 实际上也在对苹果收关税 也在对那些在我这 投资的外国企业收关税 对不对 你像加拿大 加拿大现在宣布 对中国的电动汽车收关税 然后它怎么着 加拿大竟然没把特斯拉排出去 也就是说 如果特斯拉是在中国到了 到加拿大也要交关税 那你做美国企业 不是搬进手砸死你的脚吗 五 是美国完全不反思 2018年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是美国经济的脱石旧区 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杠杆的过大 制造业产业的空心化 而且美国的贫富差距的加大 然后美国完全不想解决自己国内的这些问题 你的这些实际经济没有了 房地产泡沫金融杠杆 对不对 然后金融垄断资本 你的制造业的产业在空心化 而且你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这东西都不想解决 你就想单单的干我 通过干我来解决 对不对 这不见了鬼了吗 对不对 你现在你家里收入不好 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公司跟老板吵架 老板给你搁了一个清水衙门去了 对吧 你的收入变少了 然后你老婆在外面有外遇了 孩子上学都不好 然后你出去了花点钱 干了个季女 干完季女之后你说 这个整个生活就变好了 可能就那一伙能变好了 对吧 你出了洗衣中心的门 那世界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你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这不是你看你干我能解决的 对不对 对吧 你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你总觉得干完我就好了 这不是那么回事 对不对 然后呢 六 美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把自己的问题都转嫁给别人 然后利用自己的强国 比较强的金融地位和军事地位 还有呢 这个货币地位 然后呢为所欲为 他说你这样行不通了 早晚别人都会醒过来的 对不对 你以前对苏联是这样 你对日本也这样 你现在对中国也这样 你后面怎么着 你把中国干啪了 再对印度 你把印度扶持起来 你让猪养 养肥了就开始宰 早晚大家都会醒过来的 最后你会弄得 最后大家都不愿意入美元 都不愿意买美债 你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 所以这六个错误 然后呢六个错误说完了 最后又谈到的就是说 华为 关于围剿华为的这个科技战 他说你看 你还发起了这个 关于围剿华为的这个科技战 他说你这么搞的话呢 当时他说 这是2019年 他说 我认为你这么搞下去 最后呢 对你自己未必有好处 因为你在逼出一个 你不想要的东西来 你再制造一个你自己的敌人 知道吧 他说你看 在4G 现在华为不是搞5G吗 在4G时代 当时美国是全面领先的 但是在5G时代 出了很多问题 一 5G的通信设备缺少了美国供应商 欧洲有诺基加 爱立信 中国有华为 还有中心通讯都可以搞5G 美国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公司 能够提出5G的解决方案来 所以美国要用5G的话 要不就用欧洲的 要不就用中国的 不当然 美国现在特斯拉 特斯拉现在就是SpaceX 他提出来一个6G的解决方案 从太空入手 当然这个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第二个是波段问题 由于中低频率的波段 被美国军方占中 美国原来不允许 民用中低频率的波段 这也导致了 美国在近些年来 美国民众通信领域 只能使用的高波段 即毫米波段 所有商业开发者 都集中在高频率的波段 由于低频率波段 电波波长更长 传出距离更远 所需基站的数量少 成本低 传有能力强 而在高频波段 电波波长不长 连树叶和人体 有时候都穿过不了 容易受到阻拦 所以美国基站数量多 成本高 穿透利差 覆盖范围小 当然了 到了2019年 美国终于一朝这个问题了 美国开始了急剧的转向 开始了调整政策 开始了向民间 向民众开发的 低频段的制度波段 但是了 为时已晚 太晚了 你现在追不上 我们现在取得一个领先了 第三个 就是基站的覆盖问题 目前全球4G基站500多万个 中国占了370多万个 一共500万 中国占了370万 美国仅有40万个 其余各国约了这100万个 由于基站覆盖数量不足 美国部分中小城市 尤其是边远农村地区的 4G通讯质量很差 但是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它的问题是什么 美国一要建基站 老百姓就开始 像AOC 波尼桑那斯 他们就拉人就开始 不许搞 说有污染 所以导致美国的基站 不让建 建不起来信号不好 这个是老百姓的问题 你知道吗 但是呢 这个呢 但是你总不能怪中国吧 弄得好像AOC和波尼桑那 他们拿了中国的钱 这不都拿索罗斯的钱搞的吗 或者拿比赛盖茨的 慈善基金会搞的这些白左 这套玩意儿 对 这不是你政府支持的吗 对 这能怪我吗 对不对 你信号质量不好就怪我 他说4是通信领域的基础科研问题 美国的科研机构在通信领域 曾经是全面领先于全世界的 尤其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当时AT&T 及其所属的贝尔实践史 曾经大名鼎鼎 20多年独领全球风骚 取得多项的诺贝尔奖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呢 美国自砍双手 20世纪90年代 美国以反垄断为由 枝解了AT&T和贝尔实践史 把他们反正分成了4个公司 还是怎么着 整个枝解了 导致他们的资金就不够了 然后呢这个基础也不够 所以自那个时候开始 美国通讯领域领先地位 逐渐的下降 这是美国你自砍双手 你有优势企业 你不要 那怎么办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当年没有敌手 你认为已经这个 那什么了 那现在有对手了 那你就没有了 那你怎么办 那自己的问题 这不能怪我 所以他说 美国自己在一系列的错误 最终导致中国在5G领域 成为了全球标准 这是改变第二次世界上以来 通讯领域的全球发展新格局 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事 为此美国与举国之力 对华为进行围剿 那么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说 你不让华为用美国的芯片 不让美国的芯片 不让用这东西 那最后如果万一 你有没有想过 在2019年的时候 他说万一华为挺过来了 那你可就有了 对吧 你现在华为用的好多 都是什么高通的芯片 对不对 用的什么 这个 还有那个什么 Google的 安卓的这个系统 对不对 弄芯片弄的弄的都是你的 你现在都不让弄 将来万一要是挺过来了 你怎么办 你像现在中东 想要一个百分之百 没有美国设备 没有美国转件 没有美国电器元件的 通讯设备的时候 对不对 本来原先是没有的 本来华为也做不到的 但是呢就被你逼着呢 做到 有了 那这我要说 你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你委屈吗 是吧 反正就大体上就这么个情况 好不好 那他的这个 中美金刚啊 最后一个部分的 第一个呢就讲完了 就是中美贸易战呢 里边的一些问题 还有美国犯的一些错误 好吧 然后呢 这期先到这里吧 后边我们再讲了 他的国内的演变格局 风险还有竞争战 好吧 我们把这个中美 中美竞争战支持部分 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其实我们挺希望 如果2019年我们看到的 会更好一点 在2019年的时候呢 没有看到 到那个时候 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也是还有一点 你知道什么吧 到2024年了 诸位贸易战出现了 就是说大家意想不到的 结果的时候 我们再去研究 才发现呢 这里边其实问题很多 问题很多啊 莱特希特他们当时呢 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当然还有一点你知道什么吧 其实如果让川普搞第二个任期的话 虽然川普 我们承认就是川普这么搞 其实有点胡搅蛮蝉 对不对 但是呢他有一股蛮力 你明白吗 中国当时被他弄得了 没办法 最后也同意了 你发现了吗 第一阶段的这个经贸谈判 也已经签了字了 然后呢中国也同意了 要搞自贸区 要搞什么30 其实都同意了 但是呢 结果呢 你美国自己又是自砍双手 你自己通过作弊手段 把川普弄下去了 把拜登弄上来了 本来川普带着大家 在这个中美贸易战上 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 但是你自己的自砍双手 就跟AT&T和贝尔实验室一样 那是被你自己拆解了的 对不对 又不是我拆的 那你拆完之后 他们不行了 竞争力不行了 然后你反过来怪我 你懂我意思吗 你这莫名其妙吧 对不对 其实当时川普逼着 你看2009年我们都同意了 我们要听川普的 对不对 搞什么零关税 零补贴 搞这个什么 自由贸易实验区 对不对 我们都已经同意了 已经那没办法了 对不对 结果呢 你自己又自砍双手 对不对 你这次自砍双脚 对不对 你弄这个AT&T和贝尔实验室 是自砍双手 你把川普搞下去了 叫自砍双腿 然后最后呢 你把双手双腿都砍完了 然后你坐在那儿 你的那儿说 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的错 我也很懵逼啊 很懵逼啊 对不对 你这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 如此想不开 是不是 是不是 其实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再考虑一下 其实你还有一个东西没割 你看双手双脚你都砍了 还有一个没砍 也许你没有想过 你把那个也砍了 可能你知道吗 欲练神功必先什么 自砍 对不对 你把那个也砍了 没准 你这四个又长出来了 对不对 后面还长出一段来 长到三头六臂出来 对不对 你考虑一下 是不是 那个也砍了得了 那个是什么 你知道吗 美军 最后就还剩这美军了 还没砍 这个美国这些年 对美国军队还是比较好的 真的是要什么给什么 这是事实 但是美军在坑你们啊 六万美元一包的螺丝啊 一百五十万一根的绳子 对不对 动不动就什么 几十万一根的什么四针飞弹 一两百万美元一个的巡航导弹 你知道吗 美军也是一直在坑你 虽然你一直舍不得去砍他 但是他一直在坑你 你懂我意思吗 好吧 那这些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